在这处基地里 一项来自海军的任务 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有两个的 可能叫49海部队 五点五点五大一点 一部大型舰在雷达 正在被紧张有序地调试着 如果调试顺利 这部雷达将装备在 中国最先进的大型军舰上 雷达是军舰的眼睛 它的性能直接关系到 海军战斗力的强弱 警侧海将挺进深海 面对中国海军的新使命 中国雷达人正在全力赴 1982年 马岛战争爆发 英国海军派出装有尖端装备的舰队 远征南大西洋 而阿根廷海军 由于技术劣势 在家门口失去了马岛的控制权 而当下的中国 对海洋权益的维护 也越来越紧迫 白皮书指出 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拥有坚实的历史和法律 中国一向坚决反对一些国家 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 中国要维护海江安全 首先要让雷达的墓力 覆盖整个领海 汪洋大海中的岛礁 向来是雷达架设的天然基站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的状况并不乐观 当时的岛礁上就架了几部 这个威力很小的雷达 只能对岛礁的防御 起到一定的防空拉紧包的作用 对于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 和1.8万公里海岸线的中国来说 必须让大型防空雷达登上岛礁 才能全方位洞悉海江态势 然而这绝不是把它搬运到岛上去 这么简单 这是一部废弃的雷达 工艺总师公光斧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情景 由于常年腐蚀 优质的钢材已经变成了粉末 对于腐蚀来讲 在央海的腐蚀速度比它还快 如果在岛礁 腐蚀速度将是陆地的数倍 雷达寿命将有20年大大缩减至不到一年 开始接到任务的时候 雷达内部十分精密复杂 都是信号接收和发射的电子元器件 别说是海洋的高温高湿 就是一粒尘埃 一处静电都会造成损坏 这些娇嫩的元器件得到的保护程度 直接影响着雷达的导礁寿命 我把目标定在15年上 结果我就被狠狠地劈了一顿 有的说你要是能做到4年 那就是很好这个目标了 如果你要能做到5年 就不算你失败 究竟能有多少年 要用哪些措施来保护精密的雷达部件 公益团队迎来了一场 未知的挑战 这是千级净化厂房 我们跟随摄像机 看到了雷达的最小部件 芯片的换孵工艺 这是一个特殊的箱体 冲的是氮气 如果你是到处在这个氧气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这个组件那些器件的氧化 每个芯片都已隔绝了静电和氧气 被小心翼翼地封装起来 这是雷达最大的部件 正面的保护铠甲 玻璃纲维做的一个玻璃缸 就是这个天章 对那个在岛礁 或者在海边 那装备 需要一个保护的最好 这是一种透波材料 可以将恶劣的天气隔绝在外 并且完全不会影响雷达信号的接收和发射 而且它还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外形 雷达人都亲切地称它为西瓜皮 从指甲盖大的芯片 到几十平米的正面全副武装 准备接受岛礁的考验 然而就在上岛的时候 又一道难题摆在了面前 这座岛礁就是当年雷达要登陆的第一个哨位 露出水面的胶盘 仅有半个篮球场大小 四周就是海水 这就带来了问题 架设用的吊车已经无处放置 十几吨的雷达 要如何安全地拉上岛礁呢 在宫光福的办公室里 回忆当年的架设情景时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 二 一 二 就这么几个汗 原来没有了吊车 雷达人全凭人工拉动 火神是大汗 整长也转 穿不过气来 稍有晃动 雷达随时都有掉入海里的危险 14.5吨的这么一个天线 让人很担心的 在这个时候 看到吗 这就是那一层巨墙 当时我都瞎呆了 这个时候天线有可能会掉到海里 我说你掉下去 我也就下去了 幸好是虚惊一场 大家继续拉动 我们当时用了六个小时 就把它拉到那个高的位置 在第一次开机调试后 不负众望 雷达所有的功能都一切正常 雷达一开机 周围飞机的起降 立马就展现在限制屏上 直至今日 这项防腐工艺 已经让雷达在岛礁上 工作了十多年 远远超出了当年预计的五年寿命 在这套防腐工艺的基础上 越来越多的雷达 陆续登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实现了中国海浆监测全覆盖 南海 南沙 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 那是不能没有雷达在那里值班 更不能让塔国的军舰 在那里横行 家门口的默默守望 只是捍卫海疆安全的第一步 另一支雷达队伍在开展着更加艰难的工作 早在雷达登陆岛礁的数年前 这支队伍立下了旁人看来 几乎无法完成的军令状 而这份军令状 直接关系到中国海军 能否挺进原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海湾战争爆发 美国军舰装备着世界顶级的宙斯顿雷达 震惊了世界 这种雷达能够为舰载武器提供精准的远程打击指引 让美国舰队在现代信息化海战中应对自如 中国海军只有配备这样的雷达 才有底气向原海挺进 海军要能走出去 走上深南 它必须要具备区域防控能力 要不然出去就是靶子 要有区域防控能力 它必须有多功能向控阵雷达 多功能向控阵雷达 是舰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是海军进入原海的基础 相比之下 中国的传统舰载雷达 功能远远落后于它 传统的雷达 你像传统这样转的雷达 那就转到这一面它才可以 那就那边就可能不行了 因为箭开到这个大阳上去 四面都可能面临着打击 面对这样的海战情景 雷达只有采用有源向控阵技术 才能应对自如 有源向控阵相当于 从单眼到复眼的转变 犹如昆虫复眼 有无数个小眼组成 复眼之间可以进行不同组合 形成不同的功能 空海探测 武器引导等 它被称为复眼雷达 然而 这项世界尖端技术 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力掌握 当时国际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 它具备这个研制能力 中国的舰载雷达是否要瞄准 有源向控阵这种尖端技术 当时存在着巨大争议 因为瞄准尖端技术 要承担巨大的研发风险 面临的将是难以计数的技术难关 这个技术难度很大 那么另一种想法呢 我们要安不就本来 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一时间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雷达研制陷入了僵局 在这关键时刻 十位电子专家联名上书中央领导 希望瞄准尖端技术 实现一步跨越 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 我们跟那两个超级大国的距离 就越拉越远了 这项尖端技术能否研制成功 面对重重的质疑声 雷达人立下了这样的军令状 十年后 也要让中国海军拥有世界尖端的 有缘相控阵雷达 所谓开工没有回头舰了 就是你到了这个基点上 你必须要向我们国家 来交这个承接单 十年时间十分紧迫 因为当时一部传统雷达的研制周期 都要在二十到三十年 而立下的目标又是世界尖端 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这份军令状能否如约兑现 十年后 他们将会交出怎样的答卷 这些无法用肉眼看到的芯片 就是这条漫长研发路的起点 一代器件的水平 决定了一代装备的水平 十年之所以紧迫 就是要从这最小的芯片开始入手 芯片里蕴藏的尖端技术 仅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握 而他们被严格保密 中国无法通过进口来借鉴 唯有自主研发 才不会受制于人 张斌有着最深刻的体会 每个芯片都要从头研发和设计 需要占有大量的时间 雷达人清楚 十年太紧迫了 当时的总师张亚鹏 已经被查出患了肝癌 为了不影响进度 他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 继续坚守 看不见的基础工作庞大复杂 转眼间十年一块过了三分之一 经常有人来看雷达的进展情况 但能看到的依然只是零部件 这个世界尖端的雷达 到底长什么样 何时才能诞生呢 数年时间匆匆而逝 终于进入了整体拼装阶段 用父君师傅的话说 每一个黄箱子都价值不菲 因为这里面装的不是别的 正是雷达的一只只眼睛 非常昂贵 这全是多少同志的一个心血在里面 就是多少的同志的心血都在这里 上千只眼睛被安装了上去 中国的有缘相控阵雷达 终于诞生了雏形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 雷达性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个清晨 雷达团队既期待又紧张 此时距离军令状的期限 只剩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雷达终于完成了场内所有调试 准备奔赴真正服役的地方 大海 从未接受过海洋考验的他 此行会一切顺利吗 说话想应该还是心心满满的 没有什么问题 经过九千公里的运输 雷达终于抵达了他即将服役的海洋基地 然而在海上开机后 全体人员都傻了眼 这个整个密密麻麻的权势 像蝗虫一样 感觉是慌了 这密密麻麻的蝗虫不是别的 正是一道世界难题 海杂波 杂波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有的都是绿色的 原来在特定的环境下 时刻起伏的海浪会形成回波 雷达都将它们默认为观测目标 一并投射在屏幕上 而真正的观测目标 则都被掩盖 其中无法辨认 把所有的真目标都掩盖在这个假目标里头 真假目标都密密麻麻 混在一起彻底乱了套 怎么弄 只能是强行地压制之间的这种慌张 曾经遭遇过同样慌张的 不仅是中国雷达人 当年美国宙斯顿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景 当时这道世界难题耗费美国两年多才得以攻破 可是此时距离军令状交付日期 只剩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而后面还有大量调试没有进行 这该怎么办 况且还有一道坎影响着工作进度 这另一道坎就是难以忍受的运船 走廊的尽头就是雷达人工作的地方 海杂波恰恰发生在海浪起伏最剧烈的地方 他们有的是有的铺在这边 铺在这边 要不行的话 靠在这 靠在这 靠在这尽量不晃 要是觉得难受了就躺下来 要觉得不难受就靠在这 有时候这个地方放个电脑或者什么这样看的 那么整个人在船上就一直在晃 非常非常难过 那就得吐 那时候我们上船前都买了一百个塑料袋 还要放炸神一盘 人一不舒服 抢着就往塑料袋跑 经常看哪个塑料袋都是满的 但是没办法 必须得熬下来 船舱里看不到白天黑夜 他们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艰难时日 终于一个令他们如是重负的突破来临了 密密麻麻的蝗虫界面 终于清爽干净了 目标一目了然 这道曾经耗费美国人两年多的世界难题 中国雷达人仅仅用了半年多时间 此时已经进入了军令状的尾声 然而还有一个最难的考场 等待他们奔赴 这是即将开往测试外场的大巴车 在那里每天都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大量基础测试 这些测试都围绕着一项终极任务而展开 像赶口一样的 你跟武器之后配合起来 能不能协调起来 能不能完成任务 这项终极任务 就是让雷达成为导弹的火眼金睛 映片战狼耳中 一个开火的镜头令人难忘 在开火的指令 舰载导弹从军舰腾升而出 如同长了眼睛 沿着指定的古迹穿越汪洋 精准地引爆在指定位置 而导弹的眼睛正是相控阵 舰载雷达 在现实中 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雷达人做了近十年探索 此时到了快交卷的时间 他们的成绩将会如何呢 为了迎接终极任务 每天的训练都是高度备战 这是引导导弹的基本功 雷达已经实现了精准跟踪 真的目标在天上 它在动的时候 一定是有相关的 我们的观点下 它就能跟上 如果像这个信号的话 可能还好一些 基础训练将近收尾 团队正在摩拳擦掌 雷达的势力已经十分优良 然而就在终极任务来临的一刻 雷达人又跌入谷底 在测试中 一枚导弹腾生而出 雷达全力引导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导弹信号丢失 把这个导弹的时候 这个抓住了 但是跟了一段 它就丢掉了 跟丢了导弹 意味着舰载雷达 最核心功能的失败 从立项开始 关于它的质疑声 就从没有停止过 此时雷达团队 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们的评价说 这个不行 这个雷达肯定不行 更严重的是 此时传来要求 雷达撤场的消息 撤场你再要来 下一次生 那就是不知道 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就是要抓紧时间 就地解决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基于数年来 技术积累的自信 他们做出了 这样的大胆争取 撞着胆 向领导拍板 给我们有两个周一星期的时间 如果两个星期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那上面怎么决定 我们都没有意见 此时雷达人 已经没有了退路 如果再找不到问题根源 他们将无法向国家交代 吃饭也吃不下 睡觉也睡不着 真是人人都精疲力尽 但是人人都不甘心 两周后 第二次试验开始 导弹再次腾空而出 全体雷达人 都屏息盯着屏幕 发射以后 看到这个跟踪轨迹很连续 大家都说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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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说宣布成功 跳起来了 真是要 哎呀真是 都出了一口长气 我们终于成功了 建在有缘相控阵雷达 这项仅由两个超级大国 掌握的尖端技术 中国雷达人 用十年时间刻苦攻关 军令状的铃声拉响 雷达人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经历了十年拼搏 一份承诺正在兑现 雷达人将他们的 偶心沥血之作 装配在了中国军舰上 中国军舰在这一刻 拥有了世界尖端的千里眼 中国人都骄傲地 称它为中华神盾 从此 中国海军拉开了 挺进远海的序幕 不但开始登陆 国际海洋演习的舞台 同时还多次参与了 国际护航撤侨等行动 在中华神盾的保障和指引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军舰 乘风破浪 捍卫着中国的海江 更为世界的和平 贡献着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